你见过第一次去亿万富翁男友家就写厕所的女孩吗 戴希就这么做了 魂讯赶来的阿杰都被眼前的一幕吓到 这是她之前那几千个女友 都没干过的事 更何况她和戴希还只是为了敷衍父母 才临时假扮的恋人 可阿杰哪里知道 戴希已经爱上她 她想用她唯一知道的方式 去赢得这个爱的机会 让这个灰姑娘的梦不要醒来 也许是戴希这份真爱得到了上天的眷恶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阿杰的母亲不仅把自己的礼服给戴希穿 还拿出结婚时的珍贵项链给戴希戴 就这样焕然一新的戴希出现在了阿杰面前 虽然还是会有一点小瑕疵 但并不会影响这位灰姑娘成为接下来的脚底 舞会上单纯可爱的戴希 很快成为了最特别的一个 因此她也得到了很多虚伪的问候 阿杰的前女友们会在她面前跳 不喜欢阿杰的长辈们 会把阿杰做过的丑事告诉她 可这些人哪里知道 他们平时这些精于算计的话术 在戴希这里根本不起多元 你可以说你的 反正我就是左耳进 右耳出 右耳朵进完 左耳朵再出 在她眼里所有的力 都是不了解阿杰 她只遵从自己的内心 遵从爱原本该有的样子 就这样 终于到了跳舞的时间 戴希兴奋地和阿杰走进舞室 可当阿杰要她抱着她跳时 戴希开始紧张了 经过询问阿杰才知道 原来这个可怜女孩 必知被母亲圈养在家里 甚至连学校都没上舞 更没有机会和谁能抱着跳舞了 她世界里的跳舞 仅仅是在录像带中 看着眼前这个被世界遗忘的女孩 阿杰抱住了她 而这一抱 让戴希感受到了那份失去的爱 彻底地打开了她那个孤独的世界 今晚是她一生最开心的时候 而这一刻 她就是童话里的那个惠宝 You are my destiny You are my destin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